你就是说你好看吗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后面这个后面 这里这里 那没有你光有它们呢 Codex射箭新机率赞助播出 大家好 这是王多宇射箭频道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握刹 它最大的好处呢 让你的手指更容易接触到这个扳机 而像万刹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在你离开之后 你还要分绳去用你的食指去勾 但是握刹的话 它其实在拇指这边 你可以用你的手掌 然后用力的开工之后 靠到位单独有一只拇指去激发 可能对射手来说就更不容易分心 减小对剑枝的影响 现在这个握刹呢 是我们国产的一个小的品牌的 一个模仿类的产品 其实它也有它自己的原型 可能后期还是会需要更换 自己的装备进行一个升级 而在你更换装备的这个时刻 你就可以明显感受到 装备之间的区别跟差距 就很多朋友会说 装备可以一步到位 稍走弯路 直接用最好的装备 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 但是一你是否明白你在挑衅这些顶级装备的时候 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其次对你自身来说可能一次性购入全套 也有着不小的压力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慢慢的往前升 可能攒几个月的钱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 也是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就和自己定一个分数小目标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说回这个Safon Safon会分为它的激发器 也就是我们的扳机 然后会有它几个卧槽 卧槽 它会有十指中指无名指跟小指的这个固定的卡槽 然后是可以施力的 那这是一节地环绳 我们先激活这个卡位 然后钩子钩上 它就卡住了 是完全牢靠的 只有在触发之后 后边才会松开 这就是一个握杀的简单分享 那今天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他们真的看见我们吗 你看这车打的都要不错 嗯 我们这么就不错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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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